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据韩国气象厅发布的消息 当地时间25号早7点 首尔室内气温低至零下18.9摄氏度 人体体感温度达到零下22.8摄氏度 此次寒潮从24号开始影响韩国全境 当天恰逢韩国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部分地区遭遇的恶劣天气 给民众生活与出行带来不便 激州岛24号遭遇大雪和强风 据媒体报道 当天原计划出发与到达的 共466架次航班被全都取消 约4.3万名旅客滞留当地 韩国气象厅预报 26号韩国还将迎来大范围降雪 首都圈地区降雪量预计可达2至7厘米 韩国政府提醒民众外出时注意保暖 室内取暖时避免火灾发生 特别注意水管锅炉冻裂等问题 另外降雪地区可能出现道路结冰 政府建议民众出行时 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驾驶汽车时保持安全距离 减速运行 新西兰执政党工党党魁克里斯西普金斯 25号在新西兰议会大厦 宣誓就任新西兰总理 西普金斯表示将于下周重组内阁 原社会发展和就业部长卡梅尔塞普洛尼 同时宣誓就职副总理 据悉西普金斯还将兼任国家安全和情报部长 西普金斯当天对媒体说 解决高通账问题是他的首要任务 新西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新西兰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7.2% 通货膨胀成为当前新西兰民众最关心的内政问题 本月19号 新西兰时任总理阿德恩宣布 由于个人经历原因将于2月7号前辞职 比其完整任期提前9个月 工党党团会议22号投票通过西普金斯为新的工党党魁 根据新西兰政治制度 执政党党魁将出任总理 西普金斯现年44岁 2008年以来 曾先后担任工党议员 教育部长 卫生部长 新冠疫情应对部长 公共服务部长和警察部长等职务 埃及农业部日前表示 埃及在过去几个月里 释放了数百万吨滞留在该国港口的饲料 预计这将有助于减轻家禽和鸡蛋的价格压力 该部称 这个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在2022年10月16号至2023年1月19号期间 释放了210万吨饲料 这些饲料价值超过10亿美元 最近几个月 在饲料价格和其他生产成本增加的情况下 许多低收入的埃及人依靠鸡蛋和加禽作为蛋白质来源 而不是昂贵的红肉 其价格在当地市场飙升 埃及当局在2022年末面临严重的外汇短缺时 对进口融资施加了限制 该决定导致大量进口产品滞留在港口 包括饲料 然而到去年12月底 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新的贷款协议 并采取灵活的汇率以摆脱现金紧张的局面之后 政府逐渐取消了这些限制 1月25日农历大年初四 中法友谊互助协会等14个旅法桥团与奥北维利耶市政府 在斯大林格勒广场共同举办兔年春节特别活动 中国驻法国使馆领桥处万磊参赞 李成元伊密 刘亚辉秘书等使馆官员 圣丹尼省副省长万桑拉哥盖 奥北维利耶市市长卡丽纳弗朗克莱 副市长田林等市政府成员出席了活动 与华侨华人及当地居民共度新春佳节 中法友谊互助协会会长江学峰代表14家主办桥团 向奥北维利耶市市民送上新春祝福 感谢中国驻法国使馆和奥北维利耶市政府 对在该市生存发展的旅法桥社和华商的支持与帮助 他表示 长期以来 奥北维利耶市政府和当地警方 为改善当地的营商和生活环境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使大家安居乐业 旅法华侨华人心怀感恩 我们将继续为当地的经济文化繁荣 做出我们的贡献 随后 拉格盖副省长代表圣丹尼省向华侨华人祝贺新春 他高度评价华侨华人在当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他们为当地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也为圣丹尼省和中国的联系架起了桥梁 接下来 万磊参赞代表石管领桥处上台致辞 他表示 春节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是何家团圆的日子 也是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的日子 巴黎连日来举行了盛大的春节庆祝活动 现场观众共享春节喜悦 也是中法文化交流的高光时刻 正印证了习近平主席经常说的那句话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健而丰富 奥北维利耶市弗朗克莱市长热情地表示 庆祝中国春节已经成为该市市民 翘首以盼的文化传统 华侨华人是该市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该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为一个国际化都市 多元文化融合 是奥北维利耶市的特色 希望新的一年 华侨华人继续发挥独特作用 推动双方继续深化交流 实现共同发展 之后 道场嘉宾轮流上前为省尸点睛 现场随即龙腾虎跃 鞭炮齐鸣 欢腾一片 这次的活动 还特别邀请了400多名小学生 他们手提兔灯 饶有兴致地参与了点睛 观看了表演 旅法侨团为观众安排了民族服装展示 穿剧变脸 乐剧选段 以及少林功夫 还有踩高桥 送福字等活动贯穿全程 公园表演结束后 各侨团的舞龙舞师队伍 还来到沿街的店铺 给他们拜年 并送上新春的祝福 和兔年的美好祝愿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 以上就是本期 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 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